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羞猫君 在之前过年的期间我做了这样一期视频 就是把汽油浇在冰块上 看看能不能够将汽油点燃 那一期视频发出来之后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人给我发私信 让我把汽油给冻结起来 看看冻结起来的汽油还能不能够点燃 这个题材其实我也非常想做 但是我在网上仔细的了解了一下 汽油它的凝固点是非常的高的 零下的话应该是非常低 非常的低 有多低呢反正具体现在我也记不清了 不是零下几十度就是零下一百多度 不过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用冰箱的话是不可能让汽油解冰的 我想到了一个用液氮来冰冻汽油的方法 如果能够成功的将汽油冷冻成固态 我们再点火试试这个冷冻起来的汽油 能不能够被点燃 这废话多的我自己都受不了了 洗了个澡换了个衣服整个人精神多了 现在我们的视频继续下去 其实液氮这个东西是很便宜的 这一罐十升才50块钱 然后加了两升的汽油要20块钱 汽油比液氮要贵多了 那么冷冻汽油的步骤我是打算把汽油倒进杯子里 再把杯子放进碗里面 最后再把液氮倒进碗里面 那么这个我不能够确定能不能成功 如果不能成功的话我们再换别的方式 汽油倒进杯子里面就感觉非常的透明了 这是真的汽油 我感觉这个杯子要碎了 这碗里面都已经结冰了 但是这个汽油还是液体的状态 而且我确定这个杯子裂了 看到没有 我们来把这个汽油倒出来看一下 好像是粘稠了一点 但基本上还是液体 好吧 结果尝试这种方法是不能够让汽油凝固的 我们这次尝试直接把汽油和液带混合起来 我感觉差不多了 现在真的是得到了凝固的汽油 看到没有这个汽油是结冰的 点燃试一下 五化银刚落 刚准备用打火机把它点燃 它又完全变成了液体 这结冰的时间也太短了吧 把这碗倒掉重新来 这次速度一定要快 我估计我的时间只有三秒钟左右 好的 现在就静静的等着它挥发结束 好凉快啊 好的 现在这个汽油是完全冰冻的状态 我来点上试一下 好吧 刚刚尝试了很多次 用液弹将汽油冷冻起来的话是点不燃的 我估计点不燃的原因还是跟这个液弹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液弹它是不可燃的 所以将汽油冷冻起来 再点燃这个事情好像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至少在我的行动范围内是做不到的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重回液态的汽油能不能够被点燃 哇 吓你跳 好吧 这个重回液态的汽油还是可以被点燃的 冰冻起来的汽油呢 至少是被液弹冰冻起来的汽油是不能够被点燃的 那这个尝试已经给大家做了 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停止发这条题材的私信给我 拜托了朋友们 我完到的视频 最后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腾云驾舞 3 2 1 到 4 2 2 3 1 1 2 2 3 3 4 3 2 1 领导 3 2 1 1 2 1 3 2 1 2 2 3 3 4 4 ром